2018年12月30日 这时候很多人认为是今年的最后一年的明星当然也不例外 没想到吧 今天是31号 才是最后一天呢 有没有捡到钱的感觉 昨日 孙丽也以为是最后一天在微博晒出了自己的年终总结 以及19年的规划 在总结中首先提到了夫妻作品影 也是在告诉大家夫妻感情比较好吧 邓超和孙丽也因为这部电影 获得了金马奖影帝和影后的称号 2018年的孙丽这么一看 做了很多事情啊 出版了两本书曲过外旅游 做作瑜伽 还学会了时聊 真是全能型的艺人啊 小编不禁想说邓超我好羡慕你哦 对于2019年的规划孙丽也做出了很多计划 和2018年的差别不算大 可是你注意到了 没有孙丽2019年没有拍戏的计划 是不是在宣誓着他不喜欢拍戏啊 邓超你可要详细了解了 值得一提的是 孙丽在最后提到想和唐老鸭合影 孙丽是唐老鸭的中学观众 每年都与他进行合影 也是他的喜好和习惯了 少女心透过屏幕一出来有没有 别忘了 他还有一双儿女 对于培养子女孙丽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在娱乐圈里也是出了名的 相对于很多没有时间陪孩子的明星娘娘 可是下足了本钱 总是带着他们出去玩 尤其是今年的暑下 出去还晒黑了 今天是18年的最后一天了 很多明星都在展望2019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